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道战 描述了我们的先烈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用的一种新型战术 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 地道战被描绘成了一种效率极高 效果极好的作战手段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 地道战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打的 无数战士为此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今天 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走进真正的地道战 看一看胜利背后的血泪真相 地道战电影剧照一地道战的诞生全面抗战爆发以来 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对我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 他们将中国平民称之为赤纳珠 完全抛弃了人性的底线 制造出了一起又一起灭门屠村的惨案 在侵略者的压迫之下 中国平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日本兵来无影去无踪 经常突然之间包围村镇烧杀抢掠 村民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村民们不得不想出了一个办法挖地道 在野外的遭遇战当中 士兵们经常会挖出洞来进行躲避 日军三光政策河北保定里县的县委书记王夫 就是受到了这种战术的启发 如果在村子当中挖上地道 家家户户相互串联 那么在敌人来临之时 村民们是否就能很快找到藏身之所呢 就这样 王夫下达指示要求选几个基础比较好的村落进行实验 在一些极其偏僻的院落里边挖出地道 在下次敌人来袭之时用来藏身 这种战术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敌人好几次在袭村的时候都扑了空 于是 河北保定各个乡村都开始挖地道 村子与村子之间也连接了起来 百姓在敌人来袭时的转移路线变得越来越灵活 地道战战略图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地道战其实在一开始并不是一种战术 而是一种必战的手段 是手无村铁的百姓为了活命而创造的无奈之举 所以 地道战其实一点都不浪漫 而是带着充满现实的无奈 如果我们的军队火力足够强大 能够在正面战场上战胜日军 那这些百姓又何必通过挖地道来保命呢 不可否认的是 地道战潜力无限 这种战术完全由抗日军民原创 日军根本不熟悉 而且这些地道还能够备用来进行军事化突袭 打日军一个出其不易 就这样 地道战诞生了 地道战海豹2 地道战威力如何 那么 地道战威力如何呢 是否真的像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埋伏神兵千百万 在地道战战术的研发早期 的确帮助我军战士实现了很多有效的战略打击 1941年 30多名日伟军 来到宝定星桥据点的村落进行扫荡 我军在得到消息之后派人埋伏到了村口 与伟军进行了几轮对射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当伟军反应过来之后 他们借助掩体向前推进 而我军正是却在这时钻入地道 等日军到村口时 战士们早就已经撤退完毕 地道战具照 伟军战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根本不知道伟军战士是如何 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的 他们从村口进入村子 却发现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人 无奈之下 这批伟军只能撤退 但在他们撤退之时 游击队员又从其他地道口钻了出来 从他们的背后来了个突然袭击 周而往复之下 包括一名小队长在内的 30多名日伟军几乎被消灭殆尽 伟军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日军在一开始摸不清地道战 地道战在民间取得了优越的成果 这种战术也被汇报给了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对地道战非常感兴趣 做出了继续将这种战术发扬光大的指示 于是整个季中抗日根据地的农村 都开始挖起了地道 地道战被玩出了新花样 军民们在地道当中继续挖洞 形成了秘密的洞中洞 就算敌人真的摸到地道里来 也很难摸清地道的真实结构 除此之外 我军战士还弄出了很多假地道 在地道入口放下机关地雷 一旦有敌军进入假道 就会触发机关当场毕命 地道战真实历史照片一时间 整个季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 形成了一张网格 军民们的活动大多在地道中展开 保密性极高 可操作性很大 给当地的日军和伪军势力 带去了沉痛的打击 时间来到1942年 五一大扫荡 河北染装的地道在这段时间内打出了名堂 染装的军民几乎将地道做成了地下长城 不仅有基本的转移功能 同时还在地下建立了指挥部 休息室和屯粮室 染装地道拥有了应对长时间 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在整个五一大扫荡期间 野战部队和敌后武功队 利用染装的地道与日军交战了整整157次 殲灭了2100多名日军和伪军 染装也成为了地道战模范村 在今天我们还能在染装看到地道战纪念馆 操练中的集中军民 然而日军的手段之残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接连势力之后 日军针对地道战延伸出了一种新型战术 最终酿造了一场令人心痛的惨案 3.北团惨案 1942年5月27日 日军方面派出了五九师团的五三旅团第一大队 整整500多人 这500多个日寇包围了一个名叫北团的村落 随后就在这里实行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烧毁了36间民房 对人民的财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 如今的北团村 然而 北团村的村民和战士们 在日寇到来之前就已经钻进了地道当中 并且向南部和北部的地道出口进行转移 日军这一次派来了整整500人 并且配备了机枪和排击炮 因此地道战这样的先进战术 也无法抹平双方之间的硬实力差距 所以我方战士只能先行撤退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但是 日军在一年的摸索中 已经掌握了地道战的基本战术 他们知道 这个村子里肯定有中国士兵 所以在烧杀抢掠之前 他们就分出了大量兵力 在北团村南北驻扎 阻止我军的突围 日军如此一来 我们的战士就被困在了亲手挖掘的地道当中 出路被完全封死 敌军并没有急着进入地道里 因为他们知道地道当中变化万千 很有可能被机关暗算 于是日军想出了一个丧绝人伦的办法 毒气战 5月27日下午 日军开始通过地道的南北出口 释放毒气 当时的地道早就已经拥挤不堪 毒气袭来之时 人们根本没有机会逃出身天 很快 地道内就变成了一片尸身血海 尸体堆积在一起无法向外运输 幸存下来的军民则只能忍受毒气 日军的毒气战 日军将毒气释放了整整几个小时 随后就掏出弓兵铲 沿着地道的线路开始向下垂直挖掘 与此同时 日军点燃一捆又一捆草垛 直接将他们扔进了地道当中 无奈之下 地道中的军民只能冒死突围 他们顶着毒气和烈火 奋力地爬出地道口 但却也早已失去了任何战斗力 日军却不做任何反应 任凭这些军民躺在地上活活中毒而死 如果有身体素质较好的青壮年 成功逃出了地道 日军就会将他们捉住 绑在树上进行虐杀 剖腹弯心 斩首肢解 无所不用其极 惨死的平民一夜之间 北团南北街就多出了50具尸体 李家坟70具 李家街则有250多人死于非命 经过后续统计 日军在北团杀死了 整整800多名中国军民 北团村24户人家被绝户 无数妇女 包括幼女 惨遭日军玷污 监污致死者多达6人 此战暴露了地道战的几个缺点 第一 战术太过被动 地道战虽然能够出其不易 但是战术的执行人 却必须藏于地下 陷入被动当中 如果敌方采用消耗战或者毒气战 地道中的军民 就几乎没有任何繁殖的机会和手段了 第二 战术的局限性太大 地道战在早期能够收获成效 是因为敌方不了解这种战术 一旦敌人摸清这种战术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那地道战就会被无限的制约 日军越杀平民 所以 地道战其实是一个 有着很大局限性的战术 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一场又一场胜利背后 埋藏的其实是广大军民的邪语类 值得一提的是 在1956年 我国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 当年制造北团惨案的 连队队长尚板胜 最终判处七十八年有期徒刑 但这根本弥补不了 当年死在北团地道里的数千军民 回顾历史的伤痕 我们忠心的希望悲剧不会重演 战争不再回头 如今的祖国昌盛而繁荣 如果再次爆发战争 我们的军民 也不必再使用地道战这种被动而无奈的战术了 法庭上的上半圣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地道战 地下长城抗敌扣 OL 2015年8月14日 王树林 人装地道战纪念馆J 文物春秋 19992.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有点赞 要抗讯 努力 我们的节目